大家好 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山西洋泉的长山 这里是代表这个终于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这个赵氏官的故事 而且还有漂亮的山景 这个是滴水源 我离到很远就听到这个瀑布声 这个地方它是在这个长安景区的最里面 这里有一小亭子 它的滴水源是一个瀑布 它这是一个小湖 中间是一个亭子 它在解决的就是非常漂亮 在前面还是有一个山洞 它这里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融洞 据说它这里是常年滴水布局 非常壮观 夏天来到这里也是非常凉爽 从这个洞内往往看也是另一番景色 现在我们开始去前往下一个地方 这里是南天梅 现在我们开始去看看这一处的景色 进入南天梅这里山路还有士兵把手 非常陡峭的山路 它这里的山路是曲折的 像爬山路一样 这就是走过的曲折的山路 这里是路牌 我们走这个玉皇庙这个位置 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凉 它这里很多植被都落了夜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视频 所走的对过的山 长山池 现在这种季节已经有了这种 凄凉的感觉 这种石路上面全都是树叶 现在我在这里是已经走一段时间 它这里是没有这个台阶路 像是一个这个环山路 整个这个山上 还这个山路上面全都是这个树叶 很原始的感觉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它这里是有两桶墓碑 它这个就是成英墓 还有公生储救的墓 上面写的是义士成英墓 义士公生储救墓 在这个长山之中 现在我们接着往前面去走 它这辆山路还是挺有原始感的 走在这里也是非常有感觉 它这个树叶散落在这个石阶之上的 走起来会有些滑 整个这个绍山路呢 就是在这个山林之间 它这里呢就变成这个台阶路 也是这个乱丝丝堆砌 都是这种路 在远处的给你们看不清 不过这种感觉呢 让人也是十分的放松 哇 现在呢是上来一处山峰之上 我们在远处看到一个庙 那里呢就是玉皇庙 我刚才在这里问了一下路人呢 他是从我的反方向处上来 到玉皇庙的位置 再往下下呢 还有两个小时 我以为他这里呢 就是一个小山峰 上来之后 半小时就可以走下去 没想到他这里呢 还是一座大山 这个线路呢还这么长 他这里的景色真是非常棒 到前面的玉皇庙 从这里到前面 大概是有半多小时的路程 四十分钟 看到这样的景色 真是让人十分的舒服 哇 这里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 他这里登山路呢 都不是那种常规的台阶的山路 在这里呢 他没有这个大型的树木石 这档 所以呢 这里景色是非常的棒 它这里呢 也是一个山峰 连着一个山峰 其实在这个秋冬季节爬山 和这个夏天 所看到的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平台 它这里呢是有一个小岳 再往上走呢 它还是有一个小亭 我刚才在那个房子里面 是问了一个老大爷 问一条路 他说呢 走到这个玉皇庙 它是有五条下山路 有很多路呢是非常绕 他说最好走的条路呢 走到这个玉皇庙 看一下风景 然后呢 在原路上原路下 是最好走的条路 我们先到玉皇庙 看完再说 哇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景色 非常漂亮 本来来这个曹山呢 我是想看这个曹山池 没做这个爬山的计划 突然呢 发现这个山挺漂亮 决定爬一下 但是呢 我也不敢走太远路 因为我下午呢 如果误了这个回去的车 会把我下面的行程 说打乱 在我前面呢 有一位老大爷 他是74岁 一个人 非常棒 走这个山路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下面 所看到那个亭子 我们现在走到对面 走这里去玉皇庙 它这个山路 有的地方呢 还是非常地险 在它下面呢 就是这个山下 非常陡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次的山色 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山谷 这一次的山色呢 是在我刚才走那条路的 另一侧 现在接着往前面去走 去前往玉皇庙 我也是第一次走到这种山路 而且呢 两侧呢 都是这个树枝 哇 下面呢 就是山下 这里呢 群山叠仗 前面那个房子呢 就是我们之前 未录的那个地方 现在越往上登到 它这里的位置也是非常险 但是景色呢 也是越来越好 它这里呢 是整个常山市商业气息 是非常的少 继续登等玉皇庙 现在是已经登到这个玉皇庙了 这是和我一位同行大爷 也是元废 你是多大了 74啊 74啊 刚才听那个大爷说过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喝一个瓶 这是玉皇庙 遇到也是一种元废 大爷你怎么称呼 我姓陈 好 我姓杜 陈妖精的陈 好 这些景色呢 也是非常棒 这里呢 就是玉皇庙的林霄殿 里面顾问呢 就是玉皇大帝 我们在这个林霄殿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常山景色 非常的棒 它这里呢 有一个下山路 我们从这里开始下山 但是呢 这里是没有直路牌 也是一个未知处 我们走走看 现在基于往前面走 它这里这个 有个地方非常多 大爷你待会过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反大 反大 谢谢 他这里平坦路呢 是比较少一些 越往下走呢 越非常的陡峭 正如之前魏陆的老人所说 这条路呢 遇到的人是非常少 刚才遇到那位大爷 和他聊了聊 他看我是在拍视频 还和我合了影 加了微信 到晚上我传给他 来这个常山呢 我这次是没有做这个 爬山计划 也是无意中 但是当我来到这里 看了这里景色 真是不虚此行 但是这个下山路呢 真是非常陡啊 现在是已经来到了 我们在这个山上 所看到这个亭子 现在开始继续下行 它这里呢 是也没有路牌 非常原始 具体这 从这里能下到什么地方 我也是不确定 这里呢 是一个山谷 我们是从那里所下来 走了一段路呢 是看到这个直路牌 我在这个玉皇顶下一段路呢 和这个大爷在那里分手 我不知道他走的是不是这个路线 这路线十分陡峭 待会呢 我要给他打一个电话 我们在这个登山呢 我们是在这里的每一座 是一封的 它是起起伏伏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这个天梅这位置 也就是我们之前 在南天梅所登的这个山路 这里景色呢 非常棒 我们转了一圈 现在又回到这里 然后从这个地方下山呢 就是南天梅 也就是可以到达这个长山池 好 那我们这次开始下山 去下到这个南天梅这位置 现在呢 是已经到下午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没有去他这个蒙山大佛 去转他很大的一圈 我是到这个玉皇顶之后 然后呢 有一个下行路 我没有准确计时 大概应该是四五十分钟 一直下到这个天梅 从天梅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上过的 南天梅那条路 这条路呢 是万言曲折 之前来的长山呢 我是没有做好这个爬山准备 我只是想看一下这个 招式过来的长山池 后来呢 发现这有座餐 就爬了爬 非常敬兴 我们到上面去看的 上面景色 真是非常的漂亮 不虚此行 我现在是已经下到了南天梅这里 来这个长山景区呢 我是从这个阳泉市区所来 在这个阳泉的火车站坐车 八年前坐大巴 到这个阳泉北站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 是打了一个出租车 是五十元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景区呢 我听咕噜人员说 它这个呢 也有这个返回鱼线的大巴 待会呢 我稍微每口去看一看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塞西医药区 长山一个视频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